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基隆关关务长廖超翔 新逢农历春节前夕 超翔在此向各位拜年 祝福大家宏图大转 财源广进 三良开泰 好运连连 首先感谢港、航、报官、后柜局、仓储等工商各界及市民朋友们 过去一年来 对基隆关的支持与配合 使本关在旅客、后务通关及查续等绩效都非常卓注 另外 我也要感谢全体关联的辛劳与付出 让海运快递专区建制得以推动 预报后务资讯出口系统胜利上线 海关核心工作为通关征税及查续走私 在通关征税方面 本关去年征收各项税费达1794亿元 集中进口关税征收542亿元 占全国一半以上 荣登海关守卫 在查续走私方面 查后走私案件共1030件 末日及罚款金额近新台币4亿5500万元 其中毒品高达2789公斤 走私香烟410万余包 香菇、黑木耳等农产品5万公斤 更是为社会安全及国人健康把关展望新的一年 本关仍将秉持一贯追求卓越优质服务的理念 配合行政院自由经济示范区政策 与更续推动海运快递 都国拆并柜计划 及预报后务资讯进口系统上线 期望持续精进通关作业 提升国家经济效能 此外 本关将运用资通讯技术 推动智慧化的行动自动化服务 精进辨明措施 如行动查验、C1报单集中审核 及C2C3报单无子化等 也将继续推动联能环境 塑造一个不能贪、不愿贪 及不敢贪的通关环境 其免全体同仁在工作岗位上全力以赴 发挥行动通关、创新官物、查细走私 主动服务精神 以达到服务、便捷、安全、连冷的海关运景 同时也希望港、航、报官、后柜 及仓储等工商各界好朋友 及媒体记者们 在新的一年里 能继续给予基隆官支持与配合 共创双赢 环荣地方 振兴国家经济 最后 朝想请公祝各位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杨年行大运